有一天,除了一餐蛋麵之外 另一個露營食是吃的 這是甜品,就是豆腐花 不過這裏沒有豆腐花 豆腐有,但豆腐花沒有 我唯有自己做 好,雪完了,揭開看一邊 嘩,冬丫 好棒 終於有冬丫豆腐花 聽說這個,吃下去是OK的 口感很韌的 但基本上,成功是100% 另外,不可以熱吃 因為一熱就會用 這是最大的分別 好了,今次是做超級簡單 偽豆腐花 這個叫做什麼? 杏仁豆腐花就是這樣做的 真豆腐花是食用石膏粉 今次用魚膠粉 講明的份量12g 一包570ml的鮮奶 不是鮮奶,是豆腐花的豆漿 所以,首先就是量豆腐花 都怕它不太激 所以,它說放570ml 我就故意放少一點 不要放得太多 因為你不足的話,它一定會激 如果放得太盡 即是量到570ml 因為那些 chemical 始終都有些複雜 到底這個豆腐 到底是什麼成份呢? 都不知道 所以就放少一點 然後,就要把它稍稍加熱 因為這個是露營群組 露營頻道 所以當然是用露營的屎爐 外面今天不太適合 因為是下雨 所以室內做 這個本身是有糖的豆漿 但也放多一點 因為雪凍了就會淡一點 最後就放了魚膠粉 魚膠粉有些人建議用一些輕微暖水 所以先打開它 然後再溶掉 再加上豆漿 但我覺得不需要 直接放下去 都不會起粒 只要你的液體夠多 它就不會起粒 然後就沒有了 攪拌完它 基本上就已經可以了 攪拌到差不多 當然你可以試一下味 看看要不要多放多糖 但是暖了狀態 你去放糖 其實是不可以作準的 因為其實你暖的時候 你會覺得甜一點 那當你雪凍的時候 你會覺得淡一點 所以都幾難預算的 那就沒有啊 隨心這些東西 有些人就豆腐花 覺得是可以淡都可以 那你吃的時候 才放黃糖 或者放一些黃糖漿 那就釋除專便 可以做的時候 就不放糖 所以有些人用無糖的豆漿 自己選 有什麼減減就用什麼 很簡單 所以弄完之後 關火 放進雪櫃 冷藏一會兒 一會兒就 看看你的雪櫃有多冷 冷藏一會兒就可以吃了 冷藏完之後 就是這樣 哇 冬的樣子 好了 看看吧 OK 很像樣子 特地拿一個老型碗 出來試一下 那會感覺是 熱身 真正的豆花一點點 還有這個不可以熱吃 OK 不過成功了100% 還有就不用買什麼石膏粉 就是瑜伽粉 3、2萬 好就試一下 哇很棒 豆味 一流一下 豆漿本身是很棒的 耶 薄結一點 對 今集就這麼多 多謝收看 特別名謝Youtube member 和Patreon支持者 好了 那就剛才訂閱 有緣角打 我照顧 有問題留言交流分享 拜拜